有美國官員說中方持續對烏克蘭局勢表達關注 但不願意譴責並且制裁俄羅斯 在北京 外交部就說支持俄烏雙方對話談判 改不了美方自身的責任 反倒暴露了美方借危機餘力的真實意圖 中方始終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屈指 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 我們歡迎一切有利於烏克蘭問題 政治解決的外交努力 支持俄烏雙方通過對話談判 尋求照顧雙方合理關切 有利於歐洲長治久安的政治解決之道 我們將繼續為尋求和平 實現和平 發揮建設性作用 外交部關注烏克蘭核電廠起火 呼籲有關各方克制 中方高度重視核安全問題 對烏克蘭境內核設施安全安保形式嚴重關切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 從烏克蘭核監管當局獲取的信息 烏克蘭相關核電站主要設備 沒有發現損壞 輻射本體沒有變化 我們將繼續密切關注形勢發展 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冷靜 克制 防止局勢進一步升級 確保有關核設施的安全 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開幕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向大會報告工作 又提到會進一步提升 外國外港外澳力量能力建設 全國政協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國家主席習近平等多名國家領導人都有出席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發表政協工作報告 提到過去一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團結大令之下 沉著勁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等等 並實現了十四五兩號開局 並推動了多項涉及港澳的議題 旺陽說 今年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重基調 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 認真做好思想引導 議政建言等等 為保持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 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等作出貢獻 豐富團結聯誼活動的形式 把握社會動態反映界別群眾訴求 促進社會和諧 進一步提升愛國愛港愛澳力量能力建設 完善專家協商會制度機制 就共同富裕地實現路徑和再生能源發展 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公關 他承認政協工作中有不足之處 包括協商健言質量和水平 凝聚共識工作的實效性 委員的責任意識等方面都需要改善 無線電視記者曹甲並報導 內地新增61宗新冠病毒本地槓槓 另外有近200宗由香港輸入的病例 廣東總共錄得138宗來自香港的感染個案 單單在深圳已經有96宗確診 和11宗無症狀感染 而深圳口岸辦通報 星期二有23個跨境貨車司機檢測呈陽性 而上海和北京分別有41宗和9宗由香港輸入的病例 另外廣東亦都出現小規模本地疫情 22宗都在深圳發現 另外有11個省區有確診病例 包括內蒙古、河南和上海等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明早早開幕 下星期五閉幕 大會將有10項議程 包括審議14届港澳全國人大代表選舉辦罰重案 由著北京記者梁卓恩-Budd 13届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受到疫情影響 會期壓縮到六天半 議程包括聽取以及討論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 又會審議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以及14届港澳全國人大代表選舉辦罰重案 在新聞發布會上 發言人將葉瑞解讀過去一年立法工作的時候 特別提及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在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方面 主要是全面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形成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的民主選舉制度 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限制秩序確保一國兩制行為資源 對於中美關係張葉瑞指出 如果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 只會有負面影響 我想強調就是美國如何提升自身的競爭能力 包括芯片研發或製造能力 是美國自己的事情 但是以中國的發展為藉口 把中國當作戰略競爭對手的做法 只會破壞中美互信與合作 被問到內地堅持以動態清零為抗疫方針 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 張葉瑞指出任何防控措施都有代價 但認為影響屬於短期及波及範圍有限 能夠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是值得 會議期間大會將會採取必要措施 做好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 並且會堅持勤劍節約 反對鋪張浪費 樹立劍撲無實的匯豐 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梁卓英 全台灣昨日大規模停電 初步調查涉及人為操作疏忽 台電董事長及總經理請辭 行政院就要求經濟部三日之內提出檢討報告 台電初步調查說 高雄的輕達電廠星期四早上年度維修期間 因為人為操作疏忽 造成了台南、高雄全區 以及中北部部份地區停電 全台近550萬戶受到影響 傳媒就估計損失超過100億新台幣 負責電力公益的經濟部部長黃美花 向行政院長蘇貞昌自請處分 蘇貞昌就說 相關人事問題等待調查報告出爐後處理 而國民黨就要求黃美花下台 又批評民進黨2016年上台之後 台灣已經經歷五次的大停電 要求當局檢討能源政策 位於雲南迪慶的中甸圈 在2001年改名為香格里拉 名字是源於西方小說中 一個神秘和諧的烏托邦 雲南西北部三千多米的高原地區上 有個地方叫香格里拉 他被群山頑抱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 寧靜的湖水、遼闊的草原 還有神聖的寺院 1933年出版的英國小說 《消失的地平線》 在書中描述的那片永恆 和諧、寧靜的世外桃源 似乎就在這裡 香格里拉本來是個虛構的地方 但就令到毒者遍沉幾十年 而現實生活中的香格里拉 的確有它的奇幻魔力 香格里拉完成西北的納赫海 是高原季節性胡椒 這種湖泊的水位 通常會隨著季節變遷而消長 每年六月雨季開始 大部分草原被湖水覆蓋 成為納赫海 三個月後旱季降臨 湖水退去就變成依拉草原 它是香格里拉最大的草原 成群的候鳥會如若而知 來到這片草地和沼澤覓食過冬 與世隔著的烏托邦很遠遠 但在牛馬成群 民風順迫的淨土就更在眼前 《無線電視》記者黃正廷報導 自燃市可以開啟 你也看到一周 只要要 倫平